感謝主、賜美主、親愛的弟兄姊妹 第一神主的家人和所有在線上的朋友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祝福大家 平安、喜樂、健康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新冠肺炎病毒 跌為重大的流行病 馬利西亞衛生組織非常關注 所有能夠避免群居活動的機會 在3月16日,我國首相鄧瑞瑪希臉向國人致詞 呼籲全民響應從3月18日到3月31日之間 在全國進行的行動管制令 為了制止新冠肺炎大流行病的擴散 為了把病毒從我國剷除 這項措施是必要的 雖然這不是完全的封鎖 也不是戒嚴 政府採取嚴肅的做法 禁止任何類型的大罪或活動 這份指示包括了敬拜的場所 教會的諸日崇拜和其他聚會 我們神教會的總會長也發出請求 我們所有的神教會教會要跟從政府的指令 通力合作 在這期間 所有我們教會不得在任何實體的場所或地點 舉辦任何的崇拜聚會 無論是大應或小應 包括小組聚會 這些聚會可以透過在線直播或儀先錄好的流媒體舉行 即著其他可用的社交媒體平台 提供你的回送可以進入視頻連線等 直到另行通知為止 總會長鼓勵我們所有的教會都透過現有的社交媒體和通訊工具 以彼此保持聯繫 而不是透過現場實體的接觸 來服侍個人的需要 因此在星期二 本會的牧師團隊以執委主席和財政 我們用了三個小時開會 做了一個決定 暫停聚會 直到另行通知為止 暫停聚會並不是出益恐懼 也不是因為我們信心不足 棄法信心而造出的回應 而是跟從政府和神教總會的指示 所以我肯請大家 在關注我們第一神教會線上的頻道 來明白了解整個教會未來的發展和趨勢 感謝上帝的恩典 由恩著科技 恩著線上社交媒體 讓我們可以在線上網上 一起敬拜領受神的懷疑 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或家中 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個固定的時間裏 我們一起獻上我們的敬拜 來尊榮神、讚美神、敬拜神 一起在敬拜裏 來感受聖靈在我們當中要做的奇面工作 在聖靈的引導 帶領我們一起領受上帝的古怪懷疑 感謝神 當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肺炎病毒 列為重大的流行病 世界各地大藥菜店、廣場、廣場、廣場、購物、購物 都看到他們大排長龍 搶救口罩、洗手液、糧食 為何這些人原本在家中 會走出來冒著感戀的風險 跟別人一起排長 用那麼多時間 因為答案就是恐懼 面對冠狀病毒 所有人都成為了容易受感戀的人群 哪怕身體最好的人 都開始對死亡的招離 對健康的不確定感 在這種情況之下 身為基督徒的利我 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做好防範措施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尋求 作為基督徒的平安 得到力量 對生命的不確定 而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 今早要與大家來思考詩篇九十一篇 然者詩篇能帶給大家安慰、鼓勵和力量 詩篇九十一篇第一節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任下 我要輪到如何話說 祂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祂必救你脫離保了人的網絡 或毒害的瘟疫 祂必用自己的領務支逼你 祂要投靠 你要投靠在祂之旁底下 祂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鞋 或是白日的飛戰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誤間滅人的毒病 所以有千人扶倒在你旁邊 萬人扶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你為親眼觀看 見惡人遭暴 遙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以將至高者 當你的居所 我還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篷 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護你 祂們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你要踩在獅子或諱蛇的身上 展搭小葬獅子或大蛇 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就要踏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命 我就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運祂 祂在吉蘭中 我要以祂同在 我要踏救祂 使祂尊貴 我要視祂祝祥長壽 使人念想到大衛 而另有一些詞句 則響應生命記三十二章 摩世之歌 雖然我們並不清楚 這首詩的作者是誰 但又適用於任何時代 以下我有幾點的分享 第一 神作為我們避難所禍山寨 本詩篇九十一篇的要節 或者是中心焦點 應該就是第一節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隱密 以下所有的經文 都是以這一節經文作為解釋 隱密處是指秘密場所 而至高者隱密處 應該是指聖延中的智聖所 在詩篇九十一篇的第三節到十三節 出現了個人稱 《你》大概十八次 那麼住在知高者的隱密處 子的是誰呢 首先我可以想到就是大祭司 但他只是一個儀表性的人物 最終的指向應該是 坐在神由邊的基督 而且在本詩篇十二節 又說到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是魔鬼試探主耶穌的時候 在馬大福音四章六節有記載的 魔鬼用的這個說話 其實魔鬼知道詩篇九十一篇 所以非常深入這個詩篇 因為詩篇九十一篇第十三節有這麼說 你要踩在獅子和尾蛇的身上 展達兆狀獅子和大蛇這句說話 所以念著上下文來看 住在知高者隱密處的人 指的是耶穌基督 同時也可形容在恩酌 耶穌的救贖 住在基督裡的信徒身上 在第一節中 作者兩次提到住在 因為是死或死活的問題 他竭意住在哪裏 住在知高者隱密處 全能者的任下 一定是最榮耀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們因為 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 我們成為了住在知高者隱密處的人 因為聖經說 你們的生命 以基督一同藏在神裡 當上帝用洪水滅世的時候 住在荒州裡的人就獲救了 當滅亡的天使在埃及遍地遊行時 唯有住在逃沒了二日節 高揚之血門內的人就免了死亡 同樣今天 所有犯住在基督裡的人就有永生 所以作者接下雷説 第二節我要輪到耶穌華説 祂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可以說這時詩人的信仰告白 今日我們的避難所和山寨是甚麼呢 我們可以看約翰一書第二章 十八節到十九節 這次特別強調 屬和同在 以我們在一起 十八節 孩子們 現在是末後的時期了 正如你們聽說過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確實已經有許多敵基督的出現了 故此我們知道 現在是末後的時期了 十九節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氣 但他們本來就不屬於我們 因為他們如果屬於我們 就會留下 以我們在一起 不過這樣就顯明出 他們都不屬於我們 所有的人都有他所屬的陣形 我們若非屬於神 則屬於魔鬼 沒有中間地帶 我們若脫離了魔鬼的權勢 那現在我們時已出死日生了 在基督你 就是我們的避難所或山寨 第二點 神賜我們能力 可以展達獅子或大蛇 自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人 具體會得到什麼樣的保援 其中心就在於結論部分所說的 十三節 你要踩在獅子或鬼蛇的身上 展達少壯獅子或大蛇 不過難道這只是字面二詩這麼簡單嗎 若我們來看羅馬斯十六章二十節 這樣說 賜平安的神 快要將撒旦展達在你腳下 來看這節經文的成就 因此 將你所列舉的保護 可以表現為 好像在但以利 和他三個朋友身上發生的那些神跡 但是在新約信徒身上 我們應當把這句經文 形容為屬靈類的保護 第三節這麼說 他必救你脫離保尿人的旺羅 和毒害的瘟疫 脫離保尿人的旺羅 指的不是肉體方面 而是比喻了我們靈類的自由 正如聖經所說 我們好像雀鳥從暴鳥人的旺羅裡逃脫 旺羅破裂 我們逃脫了 詩篇一百二十四篇七節這麼說 提到毒害的瘟疫 自然我們會想到今天的冠狀病毒 在這裏的詩要表達的就是 詩人面對環難災禍等表示恐懼漸經 作者寫到第五節到第七節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慨 或是白日飛的戰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誤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扶倒在你旁邊 萬人扶倒在你右邊 此災卻不得臨近你 但是之前第四節這麼說 他必用自己的寧無之蔽理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這類出現了翅膀和盾牌 翅膀就是象徵愛的保護 走至母雞把小雞放在翅膀之下一樣 盾牌就是表現了 勇時抵擋敵人的能力 我們看第八節 你為親眼觀看見各人遭暴 這類所說的 你必親眼看見惡人的遭暴 最終說的就是末日的審判 在哪一天 又說是我的避難所 你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和還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挨禁你的障憑 這個第九節第十節 就是決定性的證據 就是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以第一節所說的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 正是相符相對應 即是你說到第七節有這麼說 千人扶倒在你旁邊 萬人扶倒在你的右邊 災禍臨到的日子 什麼人是安全的呢 一定是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人 住在全能者隱密的人 一定是那些聖認神是 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一定是那些聖認 又說是我的避難所 將至高者當作居所的人 再出台及當時 住在途鳥以義節高陽門裡的人 在身約就是指那些 住在耶穌里的人 因為羅馬書八章一節地說 現在哪且在基督耶穌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此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里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或死的律了 又看第十一節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在者你領受神吩咐的使者 就是指天使 《新約聖經》 在希伯內書一章十四節地說 天使豈不都是伏逆的靈 逢猜險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從十二節 我們在這詩篇九十一篇中的十八次的你 最終指向是耶穌基督 因為這你 亦可以形容在今天 我們只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做我們的避難所的人 因此從依照上下文來看 本詩中所舉列的保護是舊約的概念 就連主耶穌基督當時的門徒 也持這種舊約的觀念 期待魅塞亞帶領眾人推翻羅馬政府 因此在本詩中所說的保護 對於新約信徒來說 指的是屬令方面的保護 是最終成就以啟示錄第二十章二節說的 他足賤亞龍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的末日聖懷疑 在後面的經文當中 我們會更加清楚看到這一點 來到最後一點 第三點 神要撒旦要撒旦救我們 而且使我們尊貴 在十五節又這樣說 使他尊貴 十六節 將我的救恩獻命給他 那麼神要使什麼人尊貴呢 要將救恩獻命給什麼人呢 十四節上節這樣說 神說 因為祂尊心愛我 我就要撒救祂 這是站在上帝的角度來說的 上帝說什麼呢 因為祂尊心愛我 我就要撒救祂 十四節下半節這樣說 因為祂知道我的命 我就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十五節又說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運祂 所以這段話的意思是 超越了 只要相信就得救的層面 而發展到 你愛我 比這色更深的愛的層面 所以本詩篇最終的結論 落在了 在十六節所說的救恩 和十五節所說的尊貴之上 從這一點來看 前面所說的保護 是應當如後形容在我們身上 更加清楚了 那就是救恩和尊貴 羅馬書第六章二十一節二十二節這樣說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但現今 你們既然從罪女得了釋放 作了神的路仆 就有盛聖的果子 那些結局就是永生 將來真正信耶穌的人 和未悔改的人的每日結局 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自在至高者 有物處所得到最終的救恩和尊貴 從整篇詩篇來看 即使如此說 對於舊藥的信徒 是一個肉體性的觀念 對於新藥的信徒來說 是一個屬靈的問題 耶穌有此說 在約翰福音六章 耶穌說 叫人活的乃是靈 肉體時無益的 可能有人按照本詩中所說的保護字面去理解 如果你的期待只是在乎肉體層面的保護 那麼當你遇到這些災難 或者這些災難真的臨到你 你的信心根基會遇動嗎? 主耶穌說 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什麼 不要怕它們 聖經說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覺 所以基督徒在基督裡 仍然是一個現弱的人 並非法獨不親 不惜人間怨火 我們的盼望 也並非只是甘心的富貴 平安長壽 今天我們希望神的保護和平安 是在這地上一時之間呢? 還是盼望將來永恆的平安和福樂呢? 求主幫助我們 現在處在於這個非常時期、艱難的時刻 我們能夠以信心齊興起 靠主剛強一起去面對病毒的挑戰 在未祈禱之前 我要讓大家知道 第一神教會教牧同工團 必會盡所能在線上 提供弟兄姊妹所需要的靈良和禱告 教會也期望弟兄姊妹 會毀身每個主日早上十點 在線上一起忠心聚會 一起做禮拜 弟兄姊妹的主日奉獻和十一奉獻 可以在線上奉獻 請轉入教會的戶口 這時請大家一起低頭向主祈禱 主啊,祢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山寨 是我們的神 是我們所依靠的 祢必救我們脫離毒害的瘟疫 祢必用自己的領務 祢必要投靠在祢的瘟疫 祢必要投靠在祢的瘟疫 祢是我們的盾牌 祢必不怕黑夜的驚慨 或是八日非的戰 一匹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間滅人的毒病 主啊,願祢十分的平安 充滿我們的心 奉主耶穌基督生命祈禱 Amen 足聚 請 �